相信最近很多人都被这个视频刷屏了 但是睡姿不对 或许会威胁健康 不同睡姿对不同器官的伤害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序 最佳的睡姿因人而异 取决于个人舒适度以及所患的疾病 左侧卧睡还是右侧卧睡对心脏更好 目前还存在争议 心理衰竭 患者在睡眠时为了避免憋气会 本能地避免左侧卧位 此外 仰卧睡可以避免面部与床上用品相互接触和摩擦 有利于皮肤放松和清洁 全程一团会限制胸腔运动 导致呼吸不畅 也会导致脊柱压力过大 出现肌肉疼痛等 女性趴着睡会导致乳房事业循环不良 趴着睡优点是可以减轻打憨 右侧卧位睡觉时会导致胃排空延迟 胃内压力升高使管下段扩约肌松弛 容易出现反流 另外 也可以把床头抬高时到15度 侧卧睡和趴着睡有助于气道通畅 缓解睡眠呼吸暂停 仰卧或侧卧可以缓解脊柱疾病导致的颈部 腰背部肌肉疼痛 颈椎病的患者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是不整枕头 二是喜欢用毛巾卷着酒瓶当枕头 心力衰竭患者左侧卧睡时 胸腔内的肺部和纵隔 由于重力作用会一味压迫心脏 可能会影响心脏功能 加重心脏负担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 大脑存在一种可以清除垃圾和废物的泪淋巴系统 枕头过高不仅对颈椎不好 还会影响呼吸道 导致打呼噜风险增加 无论是枕着自己的还是伴侣的手臂 都可以引起神经受压 导致麻木等症状